这个女人刚进房门就开始脱衣服 全然不顾床上还有个猥琐的男人 原来他是一名夜间工作者 就在准备进卫生间的时候 男人却慌忙地阻止 原来里面藏着人 手上还拿着摄影机 女人瞬间变脸 拿起衣服和包包就走 还不忘出言教训一番 恼羞成怒的男人瞬间变了脸 冲出来抓住了他的头发 这时 女人的老板大壮赶了过来 他先确认一下女人的安危 随后一掌拍在男人脑袋上 抓住头发拉回了房间 一巴掌 两巴掌 三巴掌 男人瞬间老实了 给了大壮一笔赔偿金了事 却不曾想女人正等在外面 离开的时候 女人问起失踪的姐妹 原来已经有两个手下 出去工作后就没有回来了 回去的路上 大壮接到的电话 有个客人一直不满意 于是决定派出他们的头牌小美 但是小美一直在生病 本想拒绝她 无奈为了自己的女儿 只能拖着病重上班 可是等大壮作杖的时候发现 失踪的两个女孩 都是同一个地方 而且有个陌生的号码 正是那个不满意的客人 大壮打电话给小美 让她到了之后 去卫生间发定位给她 小美起了戒备 她发现这个人非常奇怪 不仅不认识自家的钥匙 家里的狗也是对着她风飞 她借口先去洗漱 在卫生间里发起了短信 可是这里面竟然没有信号 屋外却传来了声响 原来是教会的人来找房主 房主好久没有去了 显然这不是男人的房子 房主多半也是被害了 男人怕行踪暴露 只能把老人掀骗入家中 然后痛下杀手 随后出门 却被大壮撞到了 大壮着急心切 想抱保险解决 男人一反常态地拒绝了 大壮看着他满是血迹的衣服 意识到了不对劲 拨打了那个陌生段话后 发现眼前男人 就是他的顾客 男人间事情败露 便汽车逃跑 于是你逃我追 你插翅南飞 不一会儿便被大壮追到了 双方扭打了在一起 可是他哪是大壮的对手 就在致服他后 将他押回了车子里 警察却在这个时候赶了过来 可是小美是生是死 却还是不知所踪 女人躲进卫生间里 短信却一直发送失败 手机也没了信号 她来到窗户边 打开后发现外面用砖封死 就在女人满脸绝望的时候 发现了角落上带血的头发 女人惊恐捂住了自己的嘴 强装镇定打湿了头发 来到客厅 对沙发上的男人说回车上取东西 不料房门被上了锁 随后被反身绑住手脚 丢在了浴室 原来男人是个杀人犯 专挑夜间工作者下手 他这一堆工具放在了女人旁边 拿起锤子就要对女人下手 奈何女人一直在闪躲 随后便是一下打昏了他 就在要动手之际 房子主人的朋友却找上门来 原来男人也不是房主 想必真正的房主已经凶多吉少了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他对邻居痛下杀手 随后出门便被找来的大壮壮的 抓到之后带到了警局 而另一边 警察们在保护餐市场作秀的市长 并未能在第一时间前往 在警局 男人却出乎意料地承认了 自己杀人的罪行 而另一边的特别行动队 听到凶手被抓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警局 可笑的是 之前不管是的警察 这会因凶手的归属 竟然当众扭打了起来 直到领导的出现 才给这场闹剧画上句点 而男人在车上 告诉了警察 小美可能还活着的是 却报了一个外地的地址 一下子就被大壮给识破了 大壮把助理拉到失踪地方 随后给了助理一串钥匙 让他找到能打开房门的房间 并且是地下室没信号的情况 在对审讯的过程中 采取了男人衣服上的血迹 随后到小美家进行DNA收集 发现了独自一人在家的女儿 大壮本不想管这个女孩的 可是还是架不住 楚楚可怜的模样 将她一起带走了 而这时候 警局这边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原来男人曾两次承认杀人 却因证据不足被放出来 所以他才敢有恃无恐 面对警察的追问 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等到12个小时后 他就能顺利被放出去了 警察们自以为是的认为 犯人埋藏尸体的地方 一定是在山上 于是警察们冒着雨 连夜找遍了山上的每个角落 都一无所获 同时局里的心理医生 通过交流快速得出结论 男人有身体功能障碍 通过杀人获得快感 忍无可忍的大壮 对着男人一顿暴揍 终于要到了藏尸地点 可是还有几个小时就能出来的男人 怎么可能会提供真实地点 这个男人有多嚣张 主动在警局承认自己杀人 把警察震惊一百年 随后交代了犯案细节 受害者更是达到十二个 而他这么有恃无恐的原因 是因为在韩国 没有证据的话 最多只能拘留十二个小时 而找不到尸体的话 男人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他随口提供一个地址 一群警察就热火朝天的 绝地三尺也没有找到 大壮此时也意识到了不对 这个地方离犯罪现场太远了 奈何急功近利的警察可不听这个 这时候警局这边 检察院来了人 拘留时间已经到了 男人必须被放走了 而市长找了个之前反对他的人 拿来对案件进行顶罪 得知消息的大壮拿起了铁锹 只有他还在关心小美的下落 面对无能的警察 他逃离了现场 而小美却在这时候 逃离了出来 找了一家便利店 就给大壮打了电话 却不曾想 大壮并没有听到手机铃声 反而是男人率先来到便利店 老板娘恳求他能够留下来 却也暴露了小美的踪迹 随后两人都被残忍地杀害了 大壮最终还是来晚了一步 于是在夜里 他最终还是找到了男人 进屋扭打在一起后 却发现了被放在鱼缸里的小美 愤怒的他准备杀了男人之后 却被赶到的警察给制止了 影片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部影片比较沉重 鲜明的角色反差 更是将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 正义形象的警察却不作为 做着低等工作的大壮却重情重义 市长只是为了自己的选举 再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 人性的善恶 在这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 善良不是付出者为求回报 更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心安理得 面对社会上的不公现象 不要选择沉默 去勇敢地争取 做斗争 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本期影片到此结束 喜欢的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